嗨!大家好! 小編現在在全世界最大的金融科技展 Singapore FinTech Festival 那這次會來是因為 續新科技除了經營平台服務好客戶之外 其實我們也一直都在做一些金融科技的垂款 那因為我們台灣的董事總經理 就是我們的AMOS 他是台灣金融科技協會的理事 那這一次台灣金融科技協會就唯一由續新科技 那舉辦了一個新加坡金融科技節的參訪團 那這展場超大 等一下再大家去繞一下 有各個很有名的 不管是科技公司或者是銀行 通通都來了 然後還有很多國家 例如說我看到德國阿 阿布達比 埃及 法國 英國 美國 然後菲律賓 泰國 韓國 全部都來 所以真的超級熱鬧的 那我們現在就去看一下展場 然後我們剛剛經過菲律賓的攤位 然後遇到了我們續新科技菲律賓的執行長 我們Edison跟大家say hi一下 哈囉大家好 我是菲律賓續新的總裁Edison chai 之前說明會的時候 有投資會員他就問到說 我們在菲律賓的辦公室應該已經經營了兩年嗎 是的 差不多兩年 怎麼一直沒有菲律賓的債權呢 我們就請執行長親自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跟各位報告一個好消息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月將會有菲律賓的債權在台灣續新的平台跟大家見面 太棒了 所以大家之後除了投資柬埔債或馬來西亞之外 也多了一個選擇 大家投資債權的標題可以更分散 是的 風險會更低這樣 是的 好 帶我們介紹一下菲律賓的攤位 因為Edison他除了是續新的在菲律賓的總裁之外 他在菲律賓的金融科技協會 也是擔任總裁 他董事 董事也是擔任董事 他在幫我們看一下 因為其實菲律賓是很多金融科技公司 一直想要進入的一個市場 因為菲律賓的普遍的英文都講得非常好 現在台灣也很流行去菲律賓學英文 然後就像菲律賓的人口其實也非常多 市場的潛力很夠 那他們自己的金融科技協會 聽說明年要辦自己的金融科技展 是的 我們預計明年五月 將在菲律賓會舉辦第一次的金融科技盛會 跟新加坡同步 新加坡的金融協會 一樣的盛會 那就請Edison幫我們介紹一下菲律賓的攤位 這是菲律賓最大的電子貨幣 是菲律賓平台 那這個他的會員有 他的用戶有兩千萬個用戶 光用戶就有兩千萬個 是的 兩千萬個 所以這叫KeyCash 那他們是像 例如說像台灣的這種LinePay 就我在手機上有QR Code 然後 Scan的時候就可以付錢 是的 就是防信用卡或我離港帳 對 沒錯 所以他有他自己的APP 對 然後你下載APP 他就可以做任何的 支付 還有譬如說 還有賬單支付這些的 還有轉帳的功能 他也可以 只把你轉帳都可以 都可以 而且從他的電子錢包到銀行的帳戶是零 零付費 這是我們金融科技協會 也是目前菲律賓最大的金融科技協會 那這個菲律賓的金融科技協會 目前有150個會員 90%是公司 就是當地的公司 不管是金融科技公司 或者是銀行 或者是保險 各行各業都有 就是菲律賓最大的支付整合平台 也就是說 他主要是B2B 然後負責跟那個 讓公司有一個對接點 能夠收取跟用戶收取 線上的付費 各位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是他們20H的團隊 那菲律賓最大的電子虛擬貨幣 平台 用戶有500萬個用戶 對 5 billion users 沒錯 那菲律賓目前已經是被那個 Go-Jek 以7200萬美元 已經收購了 所以你們有想要 延估你的行業在台灣嗎 在台灣現在 我們在菲律賓 我猜我們會在那裡 我們會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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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菲律賓區塊鏈的聯盟 是的 所以Akiel What's your position in DLT 對 Akiel他本身是 Union Bank銀行的主管 那他本 這個協會是由 Union Bank 成立的 叫做 Distributor Ledger Technology 所以DLT的協會 對 所以Akiel他本身是 負責推廣在這個 新加坡 政府社會 推廣這個 DLT 這個協會 Diana是 這個Finscore的 Founder 創造 創始人 所以Finscore 它是 主要是提供一個平台 來做這個 信用評比 那個 貸款 債權 還有 就是 其他的一些 金融的服務 還有AI Finscore 它的客戶 包括 菲律賓當地的電信業者 比如說 用那個電信業者 它的一個 副帳 副帳單的一個 一個評比 來建立 它的信用 信用評比 他們用了四百多個 信用 評比的 那個 就是 不同 各個不同的 那個 model 來把這個 一個個戶的 credit score 把它建立起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他們建立起來的 信用評比 是很健全的 幫助菲律賓的 各個企業 來 不管是借貸 不管是 提供任何物 都可以用得到 他們的信用評比 對 一般區塊鏈 協會的 那個 總管 他是總管 然後這首 總管是什麼東西 哈哈哈哈哈哈 這個 哪個年代的總管 對 來 來 來 好